因為網路廠很多人在罵 所以我其實還是會有點怕怕 每次有人認出我 我就說不要再罵我了 還是會有點小小的害怕 畢竟就是沒有登過那麼大的版面 我還在適應中 所以現在就是完全跟那邊 沒有任何的關係了 對 兩個月之後 他們就是單方面解約這樣子 不過我是希望他們可以 那接下來演藝的規劃是怎麼樣子 我就當然是先從這檔戲開始是不是 團長 而且我們也希望跟他合作 對啊 因為我覺得大家很棒 謝謝團長 算是脫離那邊喜劇的那個 也沒有說脫離 因為我現在還是有在講 然後我專長還是我也在辦 然後我這禮拜才剛結束了 又一場小場的演出 所以其實沒有脫離啦 大家一直說我那個回歸 我一直很驚訝 我就說起兩個月叫回歸 就是大家太誇張了 所以妳這兩個月都在家嗎 還是比較 還是有出門這樣子 怎麼會覺得我變瘦了嗎 我們只能說有 有 有有有 剛剛說就很安靜 他一直說我今天做一些其他的材 因為之前都沒什麼在休息 瘦有三公斤的耶 你覺得呢 我覺得應該有 應該有吧 有吧 那不能這樣寫啦 三還是五 三到五公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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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怕到之後 拿個提供機 突然叫我們要叫我 我也知道 所以這樣心情上調適的都很好了 現在就是越來越好這樣子 會在家裡 突然間飛從中來就哭了 飛從中來 今天是贏人之常情嗎 我從國小就會了 所以 所以就還好還好 現在就有越來越好這樣子 但有看到網友給妳的鼓勵嗎 我在路上其實遇到滿多溫暖的粉絲 就是 就直接抱妳嗎 對 你知道我很驚訝 因為網友上很多人在罵 所以我其實就還是會有點怕怕 每次有人認出我 為什麼要不要再罷我了 然後他們都是會過來說 其實你可能哪一支影片 或是哪一段時間有陪我度過 他們可能生命都比較低潮度 然後就希望可以進度加油 每次聽到我這邊的時候 我就說天啊 我這幾年還是有一些成果 也是有讓一些人的日子更快樂 可能會先問我是誰啊 然後呢 可能是說加油最近辛苦了 然後希望可以加油這樣 然後就說我可以抱抱妳嗎 這樣子 其實都滿多的 都有都有都有 對 看不會忍不住就在街頭上 哭得起來 應該太感動了 一開始的時候真的有過 對 然後 然後就覺得天啊我在幹嘛 然後 還是會有點就是害羞這樣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